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這幾天最夯的話題 無非就是回答的執行長 黃仁勳了 前一天在台大的演講 當然是造成了很大的轟動 很多人沒有辦法到現場 也會看我們TVBS的直播 甚至有人聽不懂英文 還有直接的口譯 但是現在 有人竟然把黃仁勳的 個資給外洩 PTT的創世神報 肉搜者黑歷史說支持提告 所以我們就帶你看到 有網友在Threat上面 說黃仁勳的身份證字號 是怎麼樣 他說他的父親祖籍在浙江 和父親戶籍都在台北市 既然是什麼開頭的 就應該不算是台南出身 只是他媽媽是台南人 所以這個網友就說了 那這樣他也算台南人 他媽媽也是台南人 但是近期臉書粉專 黑夜奇俠 針對這樣子的身世背景 進行肉搜 把這個身份證字號 公布現在很多的網友 都相當的憤怒 據了解現在揮答也開始把 全岸交由法務部門來處理 這個肇事的賬號 就Threats已經暫時先關閉了 粉絲專頁也改名為唯一 那麼似乎是擔心處法遭就責 你要了解 這跟Media 他們回答的市值就是2.7兆美元 他們的法務部還騙及全球 所以有人就說這個網友這一次 是不是倒了個大霉了 那麼現在民進黨立委是不是還趁這一波 還打認知作戰呢 怎麼說 他說不只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黃仁勳演講的時候秀AI地圖 台灣跟中國是不同區塊 黃仁勳在接受媒體訪問公開講出 台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甚至前一天到台大演講還稱讚 台灣是世界的支柱 秀出著人工智慧 AI的世界地圖裡面 台灣跟中國特別以一個 不同的色塊來區分 不過就是這樣子一個動作 就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來擴大解讀 他說大家有發現嗎 揮答的世界不只有台灣沒有中國 他說演講的內容跟影片 都展現他對台灣的熱愛 看完身為台灣人的我們 很自豪也很感動 結果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黃仁勳也沒有放棄 他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因為他說晶片不可以在台灣製造 當時黃仁勳是說 中國市場是無法取代的 中美之間的晶片戰 讓美國本土的半導體產業 的確是受到很大的束縛 他當時說嚴重影響銷售量 跟市場分量 我們有可能不在台灣生產製造晶片 但是中國大陸的市場 卻是唯一而不可以被取代的 那麼黃仁勳密集訪台廠 表態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這是工商時報2023年10月的報導 那麼甚至還有說 不想吸取大陸市場 揮達再推大陸版的特製晶片 H20預計第二季要來量產 揮達今年第二季將開始量產 那麼跟其他AI晶片 這些晶片全照美國貿易出國政策製造 作為受美國限制的H100 L40甚至是L4晶片的替代品 而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黃仁勳真的不在乎中國大陸嗎 有人就挖出了這段影片 時隔多年訪錄 黃仁勳參加回答中國區年會 還穿花背心 大跳東北二人傳的影片 還曝光了 你可以看到他身穿大花背心 跟員工們一起在台上 跳起了這東北二人傳 看得出來對中國市場 也是相當有經營 那麼可以看到了 現在有人就說了 是不是其實這輝達在大陸市場 也沒有這麼吃香 為什麼呢 他們說是不是賣出華為 輝達中國特工H20的晶片 降價促銷 輝達為中國市場開發 最先進的AI晶片 但是反應銷售不如預期 所以他乾脆把價格壓得 比華為晶片深騰910B還要低 王定宇身為外交國防的立委 現在就被質疑了 中美晶片戰攸關國安 這些內容難道你都不知道嗎 你要講這些內容 難道就是為了要讓青鳥們相信 藉而帶風向嗎 那麼大家你看到 是在輝達2023年第三季的 營收占比排行當中 中國當然是含有香港 占比是22.24% 中國市場占輝達2024 會計年度營收的17% 所以他們就說 你覺得輝達真的有可能 會放棄中國的銷售額嗎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科委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就像台大演講很多人看 但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有不一樣的看法 你怎麼can 一點都不意外 王定宇就是很喜歡蹭 誰到底是目前為止最紅的人 他就會給你蹭一下 不管是正的還是負的 這是王定宇一向的特質 不過我覺得王定宇也不要幫這個 回答做過度的一個解讀 王仁勳當然他在這個全世界當中 引領不同的一個風潮 那台灣因為基於他會講台語 又是常常就會把台灣 認為說是台灣的人才 台灣人才我們也沒有話講 我以前到Facebook 到美國在Facebook去訪問的時候 隨便叫幾個台灣留學生 一叫就有200個人 你就知道我們的學生 是在世界各國 我們的教育是 的確是非常讓世界各國 特別是在AI這個領域 在電腦這個領域 是無庸置疑的 但這就是一個現實 那你就要問這些人 要不要回台灣對不對 你也不能因為他們在Facebook 在Google工作 台灣很多優秀人才 人家不回台灣 難道這代表台灣不夠好嗎 所以不要再做這樣的一個揣測 我覺得王定宇就是 第二個王一傳的 就是嘴巴不要那麼大 每次他每次都擴大 來去做一些解讀 然後你就要看到 回答怎麼可能放棄 中國的一個市場 黃仁勳常常在這個 拜訪完台灣之後 第二站就是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他就都到大陸去 也是基於回答 他們的NVIDIA裡面 對於他們之間 不管是在他們跟對岸的一些合作 還是在工廠等等之類 他有他這個所謂的 公司上面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都尊重他 這大可不用 我們可以喜歡黃仁勳 對於他所喜歡的路邊攤小吃 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嘲試 但是對於他們整個回答 未來的一個主軸的一個發展 特別是人家就是AI晶片的 這樣一個發展 不要硬把箱框上 你看他這個圖裡面就知道 怎麼就像擺了17個學校 我馬上去看 我以前服務的時候 有沒有在裡面 有 他覺得還蠻放心的 後來我覺得我也蠻無聊的 好不好 那過去來說 他就是把有AI學院 有AI學成的這樣的一個學校 就把它框在上面 不代表沒有被框上的 就代表不是好的學校 所以大家目前為止 我覺得有點比較是 擴大解讀了這個黃仁勳的 一個效應 我也不覺得這是黃仁勳 他需要的 他就是很誠實的 把他出來 他喜歡就喜歡 回答要怎麼樣去做 他未來整個世界布局的 一個方式 那當然他所提供的幾檔的股票 很明顯的就要揭示 你只要跟著我回答走 這些都可以順勢而發 他還是有他背後很大的一個 他商業所需要帶領的一個風潮 那我們都尊重 因為畢竟他目前把整個公司 簡直是化越位到全世界各國去 那我覺得政治性的議題 他也不想去碰 像上次他去大巨蛋開幕 很多人就說話音強到 把講完當空氣 我覺得這句話 如果聽在黃仁勳的耳裡 我覺得他一定會覺得很可笑 我不會只是發個球 全場給我拍手 我就站出來謝謝大家 那有沒有市長 那那個是個重點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不要壞了一盤棋 特別是對這些 有黃仁勳喜歡台灣 非常好 我們大家一樣 但不用把他的喜歡 把它擴大解讀成 他就是以台灣為唯一 這不是他主要的意思 不要把一個 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 跟台灣有關聯的一個 這樣科技的CEO 把他最後變成 他不敢接近 或者是不敢跟政治 有任何的觀念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所喜歡的 那我們來問一下 漢妮哥你又是怎麼看呢 王定宇的這一套說法 就是無知加可笑 為什麼他的地圖沒有大陸 因為美國不准他賣啊 你以為他不想賣嗎 請問一下 回答有沒有想方設法 希望自己的產品 可以賣到大陸 有 但是美國不讓他賣 你看全世界哪一個國家如此霸道 不准別人賺錢的 過去你曾經聽過 大小姐不准讓你買 現在你也看到了 美國不准讓你賣 所以 回答想不想 自己東西在大陸 買得越來越多 當然希望 但是美國禁止 所以呢 回答當然不希望放棄大陸的市場 你就看他過去 對不對 我們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就為什麼他要去跳這個二人傳啊 為什麼他也要在大陸 常常的走走逛逛 當然不希望放棄大陸的市場 而且他也曾經說過了 大陸的市場是唯一的 而且絕無可能有替代的市場 那麼當然啦 就是在目前他所推出來的大陸呢 只能夠提供一個比較落後一等的 因為先進的 包含是本來的所謂的H100 但是美國從2022年的10月 2023年的10月 都提升了出口的管制 所以本來可以提供比較規模好的 結果只能夠提供叫做閹割板 也就是現在的H20 H20根據算力上 就他總共只是先前H100的15%而已 就是提供一個比較落後 比較後進的 所以當然他在同等的區間上 就比不上大陸其他國產的相關芯片 比如說華為的升騰的芯片 尤其在今年3月份 美國又再一次的出台了禁令 那麼這個禁令再度出台 雖然沒有影響到灰達的出口 可是對於大陸的很多廠商來說 不論是對於阿里或者是百度 他有這些算法的需求 他就覺得我如果繼續跟你購買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不安全跟不保險 因為我現在跟你買這個 誰知道明年你會不會連這個都不提供了 所以當美國的禁令跟制裁 越來越高的時候 其實大陸的公司對於他的需求 是降低的 這也展現在為什麼他的這個季度 就是他的所謂H20需求疲軟 一方面就是因為在同等的價位當中 他並沒有比其他的來得更加的優秀 第二個就當美國禁令起來的時候 大陸的公司也會考慮到 那我幹嘛要買你的呢 這也才會導致H20他目前必須要降價求售 為什麼 就是怕賣不出去 而且因為對於輝達自己也知道 如果當大陸自己的芯片 已經能夠逐漸發展 超過所謂H20的時候 或者能夠更好的時候 那他連想要賣目前的這個方面 都賣不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們再回到 看他的所謂的地圖 為什麼中國大陸會缺一塊 你以為他不想補滿這一塊 全世界哪一個做生意的 哪一個就是做AI的 他不希望能夠去佔領中國大陸的市場 尤其隨著未來的不論是互聯網 這個雲計算 然後AI 算法 智能 對於半導體相關產業的需求 都只會越來越重 但是就是美國一道禁令封殺 大小姐要你不准買 美國要你不准賣 就算你沒賺到錢 那也是你家的事 你以為美國會幫你嗎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尚大哥你又是怎麼看呢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不管黃仁勳怎麼說 其實他在台灣出生 我們也不用爭議他到底是哪一個 在台灣出生這一點是很確定的 而且台灣擁有半導體裡面 或是高科技產業 他最和以及任性最高的產業鏈 所以你看到黃仁勳來會邀請十幾家吃飯 你也看到英特爾的季辛格來 他也要邀吃飯 包括超微的蘇之芬來 他也要請吃飯 這基本上是一個台灣的科技產業實力的問題 就是說在供應鏈上具有強悍的實力問題 已經不是單一誰來或不來的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黃仁勳當然在台灣出生 對台灣的情感會相對於 你譬如說英特爾的季辛格 當然會相對來的感覺性或是情感性強 情感性強 對台灣有情感性強 那我們當然都覺得那是一件好事 但是市場的布局裡面 你包括說英特爾美國公司制裁的這麼的兇 他去年在中國的站 他們的市站也是27% 結果中國是一個 全世界不可忽視的市場 這一個是事實存在 事實存在 不管你黃仁勳對台灣有情感 或是基辛格你是標準的美國公司 其實大陸市場沒有人能放 它是一個現實的考慮 現實的考慮 所以是不是要去做這麼多的聯想 要把一個對台灣有情感的 高科技世界有世界上面關注的一個人 你一定要某種程度上 把他政治化到以後 對他進中國的布局或是生意上面有影響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我們歡迎黃仁勳來 對 我們歡迎黃仁勳來這邊要設 這個亞洲他第一座的研究中心 當然他願意投資台灣 我們完全都接受 而且表示歡迎 但沒必要把黃仁勳政治化 沒必要把他政治化 那為什麼不會去把基辛格政治化 你舒之鋒也有來 我超為舒之鋒也有來 沒有必要去太特別的把這一些人 賦予政治上的意義或政治化 就是純粹的我們歡迎你 你對台灣有感情 願意來投資 我們都歡迎就好 沒必要 那你要不要把台積電也犯政治化呢 如果台積電在中國也有設長 你犯政治化以後 你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呢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